文章来源 谁主百年 这个穿着豹文拖鞋来开门的中年中国女子 站在门口 为让客人等待而道歉 据她说 她正在锻炼身体 两只迷你小狗像一双拖鞋一样 踏在她的脚上 这个砖瓦结构的房子 有一个精心修剪的草坪 灌木丛很好地把她家和邻居区分开来 这是一幢位于在密歇根州安纳堡市郊外的富人区普通的豪宅 和周围的建筑没什么两样 她就是宋招招 发型简洁 举止文静 现在是密歇根大学医院的一名护士 年薪大约八万两千美元 她和她的美国先生 Allen住在这栋房子里 她先生为福特汽车工作 尽管她看起来是个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 但是你不能用普通来形容她 别的什么都可以 她和她的兄弟姐妹是位于中国顶层的贵族 他们的父亲宋任琼 曾追随毛泽东一起闹革命 在1968年失从以前 一直是中共的高级官员 宋招招十几岁的时候 他的父母被下放到中国北部的一家农场 他和他的父母一起住在那里的一个土坯房里 1976年毛泽东死后 宋任琼将军回到了国家领导层 他也被认为是中共八老之一 八老是指拯救中国经济于崩溃边缘的八个人 美国公民 宋任琼将军的八个子女有五个居住在美国 其中三个女儿已经是美国公民 其中一个儿子也拿到了美国绿卡 美国 中国人眼中美丽的国家吸引了很多中共元老的后代 宋任琼家族就是其中一个极佳的示范 往事录宋任琼家族后人的美国生活 和上一张宋家全家福相比 这张全家福拍摄的年代似乎更早 而且家庭成员也更齐全一些 宋昭昭兄妹在美国发现了机会 不光是教育子女和自我教育的机会 他们说还包括商业机会 以及远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 以及受迫害的机会 他们在这里的生活和在中国的完全不同 在这里他们可以隐姓埋名过简单的生活 讽刺的是在这里他们的生活 更接近他们的父辈 为之奋斗的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物 以及平均主义价值观 在很多事情上 他们兄妹的选择都和别的红色家族截然相反 那些人在接受了常青藤教育 以及华尔街的培训后 都在追求着各种特权 宋昭昭的大哥宋克荒 一年要到美国两次 和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市的家人在一起 宋克荒说 有一些和他背景 类似的太子党 攫取财富和权力 全然忘了他们的跟在哪里 他对此感到很难过 打补丁的裤子 在毛泽东时代 由于严格管制 根本没有什么特权 宋克荒在谈起上 是级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他还在上学的时候说道 在那个时候 我们都比谁裤子上的补丁多 我们觉得补丁越多 就越光荣 就在上个月 中国共产党经过密室会议讨论 决定了十年一度的权力转移 公布了新的领导班子 宋昭昭说 他就是在那个时候 第二次投了奥巴马的票 作为宋家 第二代最年轻的孩子 他很明显 对于记者到安娜保市 来采访他感到不舒服 他很谦和地 花了几分钟 回答记者的问题 他说 他父亲并没有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父亲让我们自己做决定 昭昭说 他想让我们选择自己的生活 角图三窟 富士卓 Joseph U. Smith 波士顿大学的 一名研究中国政治精英的教授 他说 在1966年到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 使政治混乱达到了中共建国以来的顶点 很多家庭都遭受了监禁 下放以及羞辱 彭博社研究表明 接受访谈的103位红色后人 及他们的配偶 都在美国居住 工作或者学习过 其中有三分之一 就读过位于马萨诸塞州 为精英人士准备的预备班 进过长青藤学校 在纽约如摩根斯坦利之类的公司 实习过 此次